SigleLive Browser 這個東西 我是放在那個 其實雲端上面哪裡 雲端的那個補充資料裡面 補充資料裡面的這個地方 你們大概找一下 因為你們有些同學是用格狀的 我是建議你用那個 因為格狀這樣很佔空間不好找 在這裡 你可以用清單模式 清單模式裡面我是放在這裡 你按右鍵下載 並且把它解壓縮 它是免安裝的 所以你點兩下 打開就是長這樣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打開 就找到你要開的那個.db的檔案 就可以開起來 其實這個SigleLive不是只有Python用 以前在寫手機app的時候 手機app裡面也是用SigleLive 所以有些東西 甚至手機裡面有很多的.db檔案 你其實也可以把它開起來 用SigleLive browser 不過我記得很久以前 早期那個 像Google手機 安全性沒那麼高的時候 甚至連你手機裡面的通聯記錄 它都放在.db裡面 所以我只要把這些.db檔案 通通通抓過來 我就知道你所有的這支手機 做過什麼任何的事情 通通一覽無遺 可是之後啦 因為Google也知道有這個漏洞 所以後來慢慢就把一些權限給關起來了 就讓你不能夠輕易的讀取這些資料 OK 不然的話 一支手機很容易就會被人家知道你所有的行蹤了 那是多可怕的一件事情 因為現在人家也太依賴手機了 所以其實還是要自己注意一下 自己使用手機的安全性相關問題 不然的話說真的 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東西 但如果你也沒什麼秘密 沒什麼到不了的東西 那就算了 可是如果有的話 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種相關的安全性問題 再來的話 接下來我們後面還有兩個 就是新增查詢 再刪除 修改 OK 如果這四個你會的話 大概也夠用了 OK 那不是只有Python可以這樣用 任何的程式語言 都會有這些一模一樣的功能 做的事情也都一樣 只是語法稍微有不同 所以我只是把這些程式稍微改一下而已 以前用Java也這樣用 用手機App也這樣用 用網站的設計 背後也有資料庫 VBA也是一樣 用下去其實大同小異 OK 所以以後記得學了這東西 可以再延伸出去的 那我這邊的話 SQLite的使用方法再打開 裡面其實你可以browse一下 要不然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我們剛剛講 用slate的語法 OK 特別注意我好像語端上面這邊 excue 除了你可以用cursor去excue它之外 其實你用cum 這個把它改成cum 一樣可以OK 也就是說這兩個物件 它都有excue的這個方法 也就是說有點像 反正兩個人都可以幫我傳遞這個訊息 都沒有問題 有點像他們兩個有點像總機 總機人員 你幫我溝通一下 跟資料庫講一下 我要做什麼事 你透過它 它可以幫我們溝通 就可以做我們要的事情 所以以後特別注意 你學的東西 可能就是萬用的 以後的話 所有的資料庫 它都有支援這個 所謂的siccum語法 所以也就是你這個學會 以後不管後面資料庫 是什麼資料庫 都可以用同樣的方式來完成 OK 語法也不太需要改什麼 所以我 其實我在雲端上也有放 如果不用siccum line 假設我買siccum 只是前面的那個連線的語法 稍微改變一下 後面的語法都一樣 OK 那為什麼前面要改 因為你如果有買siccum的話 因為它是一台server 所以server的話 就不是一個檔案 而會是一個IP位置 或者是一個domain name 它的名稱 而且你要登錄進去的話 還有帳號密碼 對不對 OK 還有權限問題 所以相對的會比較複雜一點點 檔案就沒有這個問題 反正檔案就是可以開 不能開而已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來看 刪除跟修改 如果刪的話 可能一下也不能刪 我們現在只有三筆資料 所以如果要刪的話 好沒關係 到大不了等一下再把它加吧 刪除的話 在我們的雲端第四頁 刪除的話 我乾脆就拿剛剛的這個 把它複製 把它複製 貼上把它變成sicle 那當然我們刪除 就把它加到哪裡 加到查詢的上面 因為我可以刪完之後 我馬上知道我現在剩幾筆資料 那我怎麼刪除 特別說語法非常簡單 語法就是這個 我們要拿這個來示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主要的話 我們用互動式 好的 主要互動式就是 我這邊加一個input 請輸入要刪除的編號 OK 那特別注意 我會把它傳給x 那後面的語法特別注意 剛剛是slate所有的欄位 from哪個table 那delete的話是delete from delete from table01 但是特別注意 如果後面 假如說你什麼都沒加的話 你只有這樣的敘述 執行之後會怎麼樣 他會把這個資料 表裡面的所有資料 怎麼樣 通通都刪掉 OK 特別注意 這個叫delete from table01 意思就是所有東西 刪比全部刪光光 但我們現在不是 我是希望 你只要刪其中一筆就好 所以我們有互動 那怎麼只刪其中一筆 會有 特別注意 後面加一個條件 有點像是 ecele裡面的session 條件 會有 它的哪個欄位 number那個欄位 它如果裡面的值 等於多少的時候 比如說我要刪第三筆 刪第三筆 那我將來就輸入一個3 那它就會幫我把它串接之後變成 number等於3 然後並且幫我通報一下 最後commiss這個一定要 commiss確定 確定要刪除 因為如果沒有commiss的話 它等於是刪 但是沒有真的刪 OK commiss 最後再幫我把它查出來 所以我們來試一下 這邊的話 等於是多這四行 做一個互動 執行一下 本來現在刪筆 對不對 因為 看你這樣 第三筆幫我刪掉 有沒有 現在剩兩筆 查出來了 再來的話 再幫我把第二筆刪掉 剩一筆了 OK 再來第一筆就沒有了 好啦 反正就這樣 然後如果要增加的話 我再怎麼樣 insert in 2 再來把它加回來 第三 不然的話 等下筆數再寫入成功 這邊的話 一樣 可以了 再把它加一個第二筆 OK 現在這畫就又恢復了 恢復的話 那我們把它執行 slate slate 就剛剛那個 又把它slate一下 3筆又回來了 OK 所以其實 反正就是這些動作 在反覆的執行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任何系統裡面 都是這樣 在穿插而已 所以你會發現 現在你們去 用任何系統 你可以思考看看 都差不多 像比如說 你要訂票好了 訂票不就是什麼 insert into order 一筆記錄 你的什麼 你的會員編號 OK 主要是放會員編號 大家就可以查出來 然後呢 會新增一筆記錄 還有時間 還有一些狀態 反正就欄位 你可能想一想 有沒有 那將來如果說呢 你要去現場付款 或者是 信用卡付款好了 那也許 他在幫你把資料查出來 slate OK 等等 反正大概就這些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來看 最後的話呢 我們再把SQLite的這個3 也許再複製一下 Copy一下 再貼一下 把它改成4 04 SQLite04 SQLite04 04做什麼呢 就是做update 我現在喔 我不是要3 因為我現在3 3光光就沒有了 所以我修改就好了 修改 修改的話就update 那語法特別注意 各位可以用這邊好了 它會等於是多一行 多哪一行 我特別注意喔 主要增加的部分 我把這邊先貼上好了 我們用直接來看好了 這邊的話呢 主要我們就是會多一個什麼呢 會有 特別注意喔 我們主要就是多一個why 因為我將來要update的時候的話 我們會update哪個table 不是 delete from 這邊是update哪個table 後面的話 關鍵字特別注意喔 set set的意思是說呢 我要修改 修改用set 哪個欄位 修改成什麼 什麼資料喔 OK 然後會有number 就是哪一筆 哪一個編號 它要修改電話 那我把它修改之後 再把它查出來 OK 首先呢 這第一部分請各位先試一下 我們待會再把那個修改做講完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